阿劍,我們今天就秉承施政要落地的精神 找一些,是不是叫做家呢? 其實跟政治不是很有直接關係 但其實也跟政治有些關係 因為我們經常說user,user-oriented就是用家 但我經常說應該是做家的角度出發 就是maker的角度出發 我們現在有時候說你沒時間就做時間 你沒空間就做空間 其實那些空間可能放在那裡 你怎麼搞活它 但這個概念就有點違反能量守行定律 你怎麼無緣無故變一些東西出來 那就要用熱血和熱情才把這些空間移動 而且也有點傻的 誰有時期節目就像我們那樣 就用一個這麼後排攻擊的方法去處理施政報告的分析 幸好也不只是我們兩個 今天有拓展公共空間顧問註冊城市公開師王寶傑 Jeffrey 有香港建築中心副主席葉仲敏 Tony 還有香港性工會福利協會項目發展中間 Robert和王杰明 我們之前也討論過很多關於公共空間的事 其實也有一個很重要的結論就是 不要不侵人玩 最重要的是你想那樣東西是老人家用的 你找老人家去試 你想那樣東西是小朋友玩的 你找小朋友去試 你想是 我甚至乎覺得大膽一點 你想做一個孕婦friendly的 專門給那些媽媽去搞胎教的公園 為什麼不可以 我們現在有寵物公園 可以有親子公園 可以有教育公園 可以有很多這些事情 但是除了拉人進去試之外 我們就說政府也要夠膽試 但是政府做事不會是這樣 政府做事多數會告訴你 我覺得以前那些什麼 就是沒有死人 行之有效 他們想做的 其實行之有效就是行之沒有事 他們經常想做的 想做的就是行之有效 不想做的我們就會加快研究 所以其實你叫他們試一些東西 然後他們就會問 那需要誰背 現在有答案 現在有答案 就是需要阿姐背 阿太太背 我覺得如果他肯背 是不是又真的有多些自由度 給大家去搏呢 我覺得 怎樣他都在蜜月期 怎樣都要讓他試一下 他肯試 我覺得大家當然是落力試 現在有人跟你兜底 你當然要落多些 所以三位專家 我想問一下司令報告有一段 我覺得寫得比較少 但應該可以再做多些 就是第二百二十段 關於行人友善環境 沒錯 這個我們都罵了很多年 梁振英都開始做 老實說 有些區就開始新發展 例如張滾澳 經常都說單車友善 但誰知道那些共享單車被人 當成垃圾去扔 就是你這些醜 那些單車是我們來練 投宅技術的 對 原來被人扔到海 扔到海 扔到河 然後我們就看著 你這些叫單車友善 你跟方國山那些說 我們罵了很多年 這樣也不止他的 新界也是 只要那個區的區元 但是我們想說 他們政府將繼續推展香港好易行 鼓勵市民安部當居 減少短途汽車運用 搞易行城市 其實他說今年年底會展開研究 檢討和改善有關上坡地區自動扶手電梯 連接系統和升降機項目 老實說這些就是 區議員會努力成功爭取的 我覺得就不是 不要只看自動扶手梯和升降機 譬如現在有的行人天橋 天橋底 其實也有和你們聊過 關於一個行人友善環境 有什麼事情要想 這件事情就可能 先問一問城市科學師 因為我記得我說了很久 我們香港太平面了 城市規劃 基本上就是說 這塊地可不可以轉土地用途 還有有多少地積比率補多少地價 我們罵最多的是什麼 這個城規會說了 本來是休憩用地的 你又收回來建房子 隔壁的人就罵 但是你說就算去到 所謂立體一點的層次 基本上都是說 不要建我的房子前面 建多一棟房子遮住我的 是不是 都是這樣 其實一到尾都是影響樓價 因為這樣就遮住了 河境我層樓便會跌 但是我經常覺得所謂的3D層樓設計 不是這樣的 可以再立體一點 有什麼事情我們要留意呢 以往可能是說所謂原景 Urban landscape的問題 但是現在最新的 前緣的想法會有什麼 現在的進行的想法 其實大家可能在上個年代 就在想以車為本 但現在就真的想想大家 下地走 為什麼上個年代 就是我們會迫人上天橋 或者行人隧道 因為地面就擺了車 但現在反而是世界趨勢 你看到倫敦 Ospot Street 原來都是行人人專區 當然不是西洋蔡南街 那類的管理模式 其實全部都是說 你應該還地讓人走 走得爽 政府或者走得爽 走得好 其實真的很重要 它減少了附近的交通流量 大家空氣好又走得爽 其實是要review一次 整個天橋網絡的配套 以照行人隧道網絡的配套 有些原來斷了和寵 連不進去的 有些可能是穿著私人大廈的 怎麼可以連結他們呢 這些政府都會做 斷絕和寵這些 我想都是已經開始做 但是我不是只想走得通 我想走的時候愉快一點 以前可能就會放一些 譬如舉例 圍板 旺角那條天橋 遮住你看不到 你不喜歡看到的東西 有沒有什麼呢 有些少年警訊活動的照片 然後放一些很噁心的 五顏六色的花盆 在那些照片下面 通常都是 但是我意思是 不一定要是青少年繪畫 比賽的作品可以貼起遺品 還有學校名和小朋友名 可不可以多些社區參與 這個絕對可以 因為其實每個社區有些不同的特性 尤其是居民的種類都不同 譬如當一個異行城市 擺放在一個老區 長者去看這個異行城市 其實跟一群青年人很不同 可能他們追求安全性 或者是輪椅使用性 或者是拐掌使用性 有哪些位置可以捱一下 這個很明顯跟一群近學校區的異行地區 是很不同的 你說得對 已經升降機都不一樣 連升降機裡面 有得坐和無得坐 已經很大分別了 我經常都不明白 為何推輪椅進一架升降機 有些升降機是很難的 然後我更加不明白 就是人們站進升降機 明明看到有個輪椅在那裡 他不走出去 好像覺得輪椅迫立 他的腳是迫進小腿的位置 真的很奇怪 有些升降機是你推了輪椅之後 你轉不到輪椅 正面對門 他要好像拗痕地按升降機 要是他要到後進去 或者是他要出來再轉進去 其實這些小的位置 就是你的城市有多高質素 往往就是這樣 不過你剛才說的留言 應該是我們建設局司的問題 沒有理由他搞好升降機 不過我想說一說 那個城市可不可以走 都要看看那個城市是否一個通爽 那個城市是否你會走得舒服 這是一個微氣候 很簡單 譬如我們那些地方 很寬闊的路 沒有地方遮陰 那個地方原來隔壁就是沙塵滾滾的 那裏就是行車線的 那你隔壁就算是幾易行 你都沒有人走 沒有人可以逗留 其實這也是一個叫城市森林的概念 就是我們怎樣可以增加多些的城市綠化 融合我們日常的生活 說六七十年代的時候 說大阪曼博 有一個叫尾島進紅的日本設計師和建築師 他說熱島效應 如果周圍都在說的 全部都是樓 石屎樓 運營土樓 那你全部都會熱 於是他們開始搞空中綠化 但是好像我們剛才所說的 一個部分 就會去到 咦?我們搞綠化 然後就問社區做好不好 然後大家下一個問題就是 誰管 就是這個這樣的三部曲 其實怎樣解決到 所以我之前 這些就回到我們 可能做時事節目的範疇 就是 究竟那個所謂右下而上 怎樣不是單純是口號 而是有個機制 或者是有個轉化器 因為現在很多時候 就單靠區議會去做轉化器 區議會哪來得到那麼多 那些小組很多時候 就不是去做那個所謂 譬如說城市陸化的小組 或者公共傢司的小組 或者公共空間的小組 其實是否應該要思考一下 這件事呢? 就是我們除了永遠想 撲滅罪行小組 我不是說撲滅罪行 不緊要 是不是? 都很緊要 或者是交通小組 因為春秋二制 你的區域會塞到爆 不是不緊要 是不是? 就是環保小組 或者是 康文小組 要想想哪裏要有 塞滑梯 都很緊要 哪裏有鼠環 我覺得都應該要搞 但是是否應該有多些小組 是等 你這班人 可以參與呢? 是不是? 我們要社區升級 我經常說 任何人罵區議員 只會玩蛇齋餅種 你都有責任的 你受啊 是不是? 你受你都有責任的 你如果說我的社區 應該高層一點 我的社區應該高層一點 那你區議員 唯有跟著上的 是不是? 因為你選民要求 那你開幕 是不是可以有這些小組 如果真的要設計 這些小組 可不可以給一些意見 要有些什麼的機構 其實有 其實外國的一些例子 在地區建築師 地區區劃師 因為他們真的熟習那個地區 說真的一個 對社區有善 有益的設計 不是一直一直的 不是在圖子裏面 你在那裏 和那些居民一起去居住 一起去生活 另一個元素就是當地的社福團系 不是所有事情都要由那個區議員走出來 你在忙著 一定是在忙著我的 其實最熟社區的用家 一定是當區的社福機構 包括那區的幼稚園 長者中心 青士聯中心 究竟那班用家是什麼 可能社工同事 甚至護士 老師的同事 都是跟那班 是會很有 很有很熟 譬如剛才Tony說的 社區建築師走下來 或者在那裏 再動員一下 就會拿到很多他們的看法 在一起去做 其實效果也不錯 說建築師的角色 地區區劃師 其實也有 District Planning Office 一樣都有 是否有地區規劃辦事處 但現在可能會處理一些承規程序 即是法定的工作 或者投訴 為何沙倉永遠要做堆鐵區 但未必有很多空間 所以這個會增加多些政府人手 對 增加多些就業機會 因為真的可以落區 如果真的有社區 庫學師或社區建築師 庫學師的角色可以怎樣 如果真的要落地 如果是的話 其實應該首先 跟區區的居民本身 建立了一定的關係 因為居民每朝一夕 就會說自己的心聲 要跟他們長久地 建立了當區的關係 他就可以告訴你 原來這裏的設施有問題 這裏原來可以怎樣改善 其實是推重整個 不論新市鎮的設計也好 以至舊區重建也好 是有很大的幫助 那規劃師要做社工那一方 其實我們常常說 又或者是社工 社工 建築師 是在學互相不同的專業 因為大家是在做一些不同的事 不過是為了社區一起好 我問一些敏感一點 我們之前說過 Jeffrey和Tony 會有香港深圳的建築商連展 經常說深圳很厲害 對呀 經常說要學深圳 可否略透露說有多厲害 或者我們有什麼厲害 其實是不是說我們有多厲害 我們有多厲害 為什麼他們這麼厲害呢 因為他們的資金很多 但是我們更厲害就是用刀仔鋸大選 我們今年的目標一定會比他們厲害 但我們的預算是可能是他們的小朋友 你再說一次那個 香港深圳建築商連展的題目 有十個不同的地方 你們兩個都爭著說 是嗎 我講完就馬上彈給他們 十個不同的地方 在城市不同的角落 和以往是一個很大的場地 但今次城市不同的角落 收拾一些不同的位置 可能之前沒有做過展覽 我們今次就做給大家看 我想說一下為什麼我們有這個概念 其實我們經常說要開發街域公園 其實劉的青山在的傳奇 其實如果你看到我們的標誌 其實有75%是綠色的地方 也象徵著我們香港有75% 其實都是綠化地帶和教育公園 我們怎樣可以很聰明地用 其實已經發展了25%的地方 其實就是我們正正去做多一些 可能三圍去想一想 可能不同時間空間去再想一想 年尾12月中到明年的2月中 那應該就如火如荼了 應該都要有什麼所謂的Mockup 有什麼事情要搞 要入籍等等 又或者我們剛才所說的事情 譬如要動員社區一起做一些設計 譬如我們不只是建築師教 不只是規劃師 譬如我都會和一些都市農夫 即是說城市綠化的 大家不同的合作一起去做 這些香港真的行得慢一點 譬如台灣真的行得很前 那些都市農夫是教社區裏面的人做酵素 那些酵素怎樣用 有迷做酵素的位置 那些你應該都很熟 香港都不知道那些酵素哪有位置擺 會去了一個工廠大廈 接著就被人問他是不是做武器 然後上去罵他 你說到工廠大廈 我就想說其實CM報告 都有講活化工廈的問題 我覺得活化工廈就有少少是2.0 因為之前活化工廈1.0 林太太第一次做的時候 他在局長的時候 就會變成活化工廈1.0 就是炒櫃工廈價錢 這次他就想修正 是不是再來 其實有些什麼要留意 有計劃的角度 有城市規劃的角度 其實我想這個也跨越計劃的層面 也有很多範疇 因為可能是那些所謂 因為我們最近做商連戰 和Hidden Agenda 大家應該都有些認識 聊過 其實他們面對的問題 可能是消防的條例 可能規管很大 我們也有說 因為有些舊式工廈要裝水箱 是天花板裝不到 是呀 走火 走火 或者上次最難的 是交通問題 例如你工廈的停車車位 不會像商下那麼多 你沒理由整層關火 變成停車場 這樣就不可行 這些就是政府的協調 協調是什麼意思 經常都說政府的協調 既然你不讓他改裝 你可以做其他措施 譬如不需要全部都要拍這麼多車 旁邊有一個停車場 你的地區已經夠 又或者是一個二行城市 為什麼要做這麼多車位呢 那些適當的條例 可不可以放寬呢 在這個環境 另外有一個課題 我也想講的 就是我們之前跟陳志思說過 就是他覺得 發達分析人報告除了創科之外 就有很多藝術 文化藝術 雖然不知道為什麼 沒有什麼輿論 可能文化藝術 大家都是基本上 就像一條鐵一樣 但是實際上 其實我也想講 Community Arts 社區藝術 其實是任何一個發達城市 都要培養的東西 我們不只是每次去到那些巨型東西 西舊 是吧 怎麼可以講 Community Arts 應該怎麼做呢 社區藝術的事情 社區藝術 可能我就是 一向接觸一些 地區公公婆婆的那些 我覺得 全個城市裡面 都要醞釀這件事 包括在不同的位置 都要滲這件事 要不然 永遠就是一班藝術家 做完出來 放在這裡 然後大家就好像不懂得欣賞 然後就等拆 然後就說 可能不太功能性 不太懂得欣賞 就沒什麼用 然後就拆掉 而且不要抄襲另外一個城市的大東西 我覺得那是很重要的 人家的城市擺放這件事 是有一個原因的 我們呢 不需要抄襲別人 我們社福機構去看 比如這些藝術 其實也是著重那些人的參與 就是擺了一塊 擺了一塊格子 我們給他每個人加一顆東西 加上一塊牆 可能變成一個community art 這件事就好像人性化了 醉沙城塔 就變成人性化了 就開始令他們去談這些art 最後一條問題也有點離譜 我和阿劍經常都說 看完這份司令報告 你覺得下一份司令報告 如果你要給特首一個意見 一句 2018年的司令報告 你會說什麼呢 三位 哪位先 阿劍經常都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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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覺得多一點是一些pilot 就是先導項目 你覺得可以再多很多先導項目 你覺得可以再多很多先導項目 就是先導項目 是給不同願意去試的群體 可能是一群藝術家 建築師 設計師 舉例如呢 比如 我講一年裏面 有公共空間的設計 就是多一些牆 或者多一些小的地區 令整個城市去醞釀了不同的事 英文可能就是pockets of land 這個袋子的袋子 試試看不同的東西 謝謝Robert 另外呢 Jeffrey有沒有想法 希望下一份司令報告 具體一點點 希望下一份司令報告 因為開了很多那些 所謂的framework 都看到的 但其實都沒有實質的具體執行方法 甚至是一個mechanism 我們都沒有看到 所以希望可以再 即是你弄了一個框架 裡面畫幅什麼畫 麻煩你給我多一點資料 現在看到的畫框 那你希望看到什麼 我又迫你多說一些 可能剛才說到 例如那些NGO 可能想入場去那些公共空間 去做藝術展覽也好 或者去搞活動也好 希望也提供 原來哪些地方可以搞得 或者原來有些限制 是我們幫你 可能政府幫你免除了 我舉一個例子 例如香港那麼多行人隧道 其實那條行人隧道 那個三棟牆 包括那些 大堆藝術已經可以做了 我覺得那樣東西都已經可以做了 你講了 歐莫朱歐 即是加拿大的城市 根本每一個行人隧道 每一個地理站 都是一些藝術品 我這裡可以講講 你講一下 你有什麼期望 其實我自己教環保建築 我覺得這次在這裡是沒有著物 就是它是重述 已經有幾個藍套 我覺得 氣候轉變 其實大家都感受到 我們不可以忽視這個題目 希望下一份施政報告 或者接下來的 真是很著力去檢視這件事 好 時間真是很不夠 整個城市這麼大 但多謝Jeffrey Robert和Tony 走遞 來了 呀 君 在這裡 來 阿 不 走遞 都